上回我們講到 老潮鳳分析說中國本土的拍賣行 只要搞塌了五麥 就形成不到氣候的了 搞定了它 中國的地下硬品交易 也都被那些外國人抓起來 到那時候 黑白兩道全部就換了色 古董界裡一片金山銀山 就變了他們的殖民地 老潮鳳這樣分析 令到我全身發震 他這樣說 不是拋我的 但是 面對老潮鳳 我實在敬佩不起 我很諷刺 就說了 你既然會這樣說話 真是令我很意外 既然這麼大危機 說吧 你現在撥個籃給我 是想做些什麼 境外那幾個拍賣行 正億闊老來的 要錢有錢 要人 有人 那個 撥到滴水不漏 單憑五麥 和我們的力量 根本沒辦法搞定它 這個計劃 唯一一個破局的人 就是你了 劉一明他可以看得出 所以他將你派來南京 我不是叫藥仔過來幫你忙呢 想辦法 將個局面 扭轉過來 我冷笑 就說了 我沒有理解錯是吧 你是想我 幫你這個死敵 拆局 老潮鳳 在那邊 一點生氣的感覺都沒有 繼續說吧 現在 我們全部坐了一條船 你可以看我沉 但是 不可以看著五麥死的 經營了這麼多年 因為你而接賣 許一城在天有靈 一定會指著你來罵的 你沒資格提我爺爺的名 好好好 別這麼吵 你認真想想我講得對不對 五麥 高高在上 民間疾苦 是不知道的 我們這些做硬品的 那些路數和資源 不是你猜得到的 一靜 一旗 我們剛剛可以取長 補短 大家各取所需 不是幾好 我努力地按住心頭的火 不可以不承認 我沒辦法反駁他 現在百歲年 要入侵中國的內地 五麥和老朝鋒 在外力的作用之下 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 一選俱選 一榮 俱榮 雖然 只是這麼說 但是我真是接受不了 跟這個許家的仇人亂手 我想了很久 還在搖搖頭 拒絕了他的體 老朝鋒 似乎 一早就知道我這樣的答案 在那邊說 唉 你這個年輕人 這麼牛頸的 國軍和共軍 就有深仇大恨啊 日本人殺了來 一樣聯手抗戰 你現在為了一己私怨 毀了大局 這個不是聰明人的作為吧 你這個老爺 這樣一說 我就成了罪人 但是我仍是不為所動 仇的 就是仇的 今天我為了利益 暫時跟他聯手 這樣 是不是意味著 聽入 我可以為了更多的利益 將這一份仇恨 炮至怒口 老朝鋒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就說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你心裏面 過不了去而已嘛 不要緊要 我送個理由給你 你私出有名了 不是心安理得 和自己有個交代呢 好 你說 這件事 如果是圓滿結束的話 我就現身 和你見一見面 我心臟 我心臟突然間漏了一條 但是腦子始終保持著 一絲清明 你有這麼好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年都九十幾了 好命點 可以活多幾年 難說點 明天 就兩腳一身 這樣的年紀 還有什麼看不開呢 我閉上眼 內心左右為難 老朝鋒似乎 將一切都考慮得很周長 他這個提議 對我來說 是百利 而無一害 既可以盡快破局 救回五麥 又可以 將老朝鋒 和許家的恩怨 一套清袋 我真是沒辦法拒絕 你一個狡猾如狐狸的老朝鋒 為什麼勒時間 會做了雷鋒的呢? 我想來想去 都是信不過 前面越是坦途 裡面就越是有陷阱 我已經撲過一次了 不想再撲多另外一次 我想了一會 就說了 想演演搞出來先 我再想一下 我們合作的東西 演演出不來 一切都免談 好 具體的事 你和若仔商量 來 我的資源可以全權調動 記住 事成之前 你不要對他出手 我望了一眼若不顯 很艱難 才答應了 老朝鋒 老朝鋒似乎 還不是很放心 想了一陣子 又說了 你拿許一城的名字 發個誓呢 我咬緊牙關 發了一個誓 老朝鋒 笑著 就說了 哈哈哈哈 人家發誓 我當放屁 你們許家 各個丹屎 都偷吃的 我信得過 講完之後 就及了線 我把我大哥大放在桌面上邊 長長地 嘆了一口氣 但是 心中的鬱結 始終未解得開 若不然 笑騎騎地拋著桌桌 就說了 嘿嘿 開笑 想清楚了 不會動手 拼我了嗎 我站起來 好僵硬地向外邊走 若不然 一下子扯著我的手 就說了 喂喂喂喂 剛剛不是說好了嗎 你沒聽到嗎 搞定這件事先 否則 免談 嘿 我沒看得出 你們兩個的感情 嘩 口到緊地步了 什麼時候拉上天槍呢 若不然 伸出兩隻手指 會所地拼一隊 繼續說 嘩嘩 嘩 你自己一致共的 沒有王冠 嘩嘩 肯定 做了那些事了 我雜時之間 轉轉頭 抽起他的衣領 一字一句 就說了 我答應過 不動你 但是沒有答應過 和你翻翻吧 你最好 記住這件事 啊 得得得 我知道的啦 抹到牛這麼大隻眼 還不詭異 若不然 被我抽住 但是一點掙扎的意思都沒有 好無奈地拍了他人手 我們兩個 一前一後 走出門口 若不然 不敢和我並煙而行 而在後面 暗暗沉沉地說了 要教煙煙 唉 說簡單就簡單 說難 都挺難的 這條數 怎麼計 都要落在這個大學 牽條老身上 這條老 他肯答應 說撤銷紅薯 甚麼都好說呢 但是 他堅持的話 以他在南京的影響力 我們去找警察 喝多十幾 一次咖啡都沒用的 人家一樣會照張辦事 唉 麻煩 我沒有轉頭 而是 小小師兄說了一句 黃黑母 叫我帶了一枚大齊通寶過來 若不然 在後面一聽 吹了聲口哨 就說了 嘻嘻嘻嘻 好大手不得 啊 不知道這條人 吃不吃這一頭呢 既然黃黑母 叫我帶了這個 一定有他的用意 我們一直 走到佳心公園 練功的人 已經走了 我和姚天 打了個電話 沒過多久 一個年輕人就走了過來 他為了避免人家的注意 除了件警服 只是穿著白襯衣 遙天跟我們一摺上頭 伸出兩隻手指搓了搓 我從他胸口 含了幾張銀紙給他 他好喉勘地點了點 周實美 明顯是嫌淺少 而餓餓一陣之後 說這個價錢 怎麼都要翻兩倍的了 我說 你這些是漫天殺價 蛤 姚天一撇嘴 一面不善 喂 你這女兒現在在我手上 人命同錢 要哪樣啊你 我隨手 又抵了一疊錢 姚天 把錢接了過去 然後 灑熟狗頭 就說了 啊 好了啦 空風報信的廢 那不是兩精啊 跟著下來 你們打算出多少錢 去見一下他 我聽到他這句說話 激到生下跳 貪錢的人 我都見過不少 就算是圖書館 都是有那句 講那句 言而有信 這個姚天 正一反轉豬土就是屎 你剛剛收完錢 現在又想作多一筆 月匹年 在隔壁看著 都看不過去 倚老賣老 地拍著姚天的肩頭 就說了 喂 年輕人 你這樣做 是不是有些屈老契呀 你屬姜蔥的 姚天一拼個身 就說了 哼 擺明啦 是是屈老契 怎樣呢 你們想見人嘛 就要靠我咯 不按你 按誰 價錢我講了 就是講了的了 這些就叫做 有用不用 過期 就作廢 若不然 依然是滿臉笑容 在他耳邊 講了幾句說話 蛤 姚天的臉 啪的聲 即刻變了 雙眼珠 飛快地轉了幾轉 對我說 就說了 啊 好啊 我相信你們有誠意 事成之後 記得給錢我就行了 去到看守所的路上邊 我靜悟悟悟 問若不然 說了什麼 若不然 好邪惡地笑著笑 我就說了 許少 老朝鋒就教過兄弟我一句說話 要做洗工不如洗過 這句說話還是李靖說的 不是拿渣老爸那個李靖 唐朝那個 知不知道什麼意思 猜你不知道 我加點鋼 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你想人家貼貼服服幫你做事 這樣與其賺他的功勞 不如握住他的把柄 特別是這些這麼貪錢的人 那丹小過芝麻的 我跟他講 他走那條路我大把兄弟 這件事搞不成 沒說收錢 唐若比沒夠他賠 然後給他看了看我胸口那支槍 他就懂得做呢 我眼睛都登不完 慢著 你 你還戴著槍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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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我又不及你啊 现在的乌仔头贴到到处都是 随时做好准备的嘛 若不然说到这里 面色一懒 口气里面流露出一丝银言和疲惫 我看着他臉 发现这么久时间不见 这个年轻比从前瘡脏了不少 傅家子弟的杂气已经磨成了老气横臭 我不由得在那里想 那个老潮讽究竟有什么魅力 可以令到若不然 那么甘心背叛自己的家族 和安逸的生活 为他埋名 但是若不然这些表情一闪而过 瞬间就变回欺皮笑脸 你都不用紧张的 这一枝枪是善良枝枪 没开过的 兄弟我一向主张 以得服人 以得服人的嘛 拿着这枝东西 骗人的嘛 我把白面转过去 不理他 我们去到看守所 姚天叫我们在门口等 他进办公室 转了一轮 穿好制服走出来 跟我们说 帮我们已经填好表格 可以去见黄燕燕 但是时间就不要那么久 我们两个行过一条长廊 一直就进到一间见面室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柜台 隔成两部分 环境好差的 无论是灯 还是墙 都发着一阵黄霉天的霉尾 对面的门没关好 隐约 还传来一阵素颜尾 似乎 里面的厕所 都没洗干净 连见面室的环境都这样 鸡楼室 里面的条件 可想而知 我心里面一痛 然是大户人家出身的 敢依欲食 十指不沾羊春水 哪曾受过这些苦啊 很快 一个女警就带了燕燕进屋 她穿着一身间调装 头发凌暖 但是精神很好 她见到我眼前一亮 走快了两步 然后发现我后面 还站着若不免 表情从惊喜变成惊吓 之后变成愤怒 好了 终于可以见到燕燕了 接着下来 主角和若不免 又有什么对策呢 我们下次再说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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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